最近被黃國昌點名罵 我們來看看民眾黨519 他們要辦這個集會遊行 然後他們說 這個柯文哲有說 喊口號沒有用救不了國 然後他講完這句話之後 黃國昌在旁邊說 好我們大家一起來喊口號 我們來看一段這個影片 喊口號不能改變這個國家 我們再喊一次口號 推動改革民眾做主 1 2 3 你有沒有覺得小草會陷入 那我到底是要喊不喊 先講黃國昌 黃國昌不需要跟我道歉 他用了兩個字來罵我 這個兩個字叫做智障 智障叫做智力障礙 是一個醫學上面的名詞 身心障礙者的名詞 他不應該用這個名詞 你身為一個立法委員 你用這個名詞不是跟我道歉 請向所有的身心障礙者道歉 你身為國會議員 竟然用這樣的字眼 來辱罵他人 是對不起所有的身心障礙者 你欠所有的身心障礙者 一個道歉 講完這個之後 我們來講519跟520 柯文哲跟黃國昌之間的競爭 柯文哲說我們不要口號治國 因為柯文哲從頭到尾不想要參加519遊行 為什麼這麼講呢 民眾黨的發言人最近一定不知道怎麼辯護 519要跟民進黨算總賬 這發言人在這邊 520要去賴清德政黨和解 扯不到24個小時 而且黃國昌說 我519本來要借凱道的 是要讓你們不能辦所謂的舊子大典的 所以黃國昌還要去鬧場的情況下 柯文哲說沒有 我要參加賴清德的舊子大典 要政黨和解 這樣子你們還看不出來這兩個人的衝突嗎 從頭到尾519 黃國昌自己都說了 他4月就在籌辦了 所以從頭到尾這個是黃國昌的造勢活動 為什麼呢 因為小草都變國蔥了 他的禮物現場帶的不是小草 我們以前知道小草都是小小的一顆 現在小草長大了 草變蔥了 草變蔥了 變大大一根蔥 國蔥一號 對國蔥一號 還在賣現場要帶去 所以現場變成小草變國蔥 黃國昌還可以再割草一次 順便再募款 所以黃國昌斷這個活動 單純就是他個人的造勢行為嘛 所以519 所以我為什麼說 而且搞錯對象嘛 為什麼呢 黃國昌當然想要對民進黨 因為他現在有兩個凡事嘛 凡是民進黨支持的 支持的我黃國昌一定反對 凡是傅昆琴支持的我黃國昌一定支持 所以現在兩個凡事 所以他針對的一定是民進黨嘛 但是柯文哲不一樣啊 柯文哲現在生氣的是誰 柯文哲現在生氣的是國民黨啊 他的三大案五大案 全部都是蔣萬安給資料 全部都是郝龍斌所指控的嘛 所以他們應該 如果柯文哲辦 519他想要去辦到八德路 所以小草 而且小草認為都是因為你 國民黨沒有讓給我柯文哲 和我們柯文哲沒辦法當總統嘛 所以519如果你要復仇 應該去八德路啊 你怎麼會來北京東路 所以對象完全不一樣嘛 所以這一場在民進黨就標準了是黃國昌的場子嘛 那人數多少 說真的選舉後的大家甚至都比較冷淡嘛 再加上夏天炎熱 他們又很喜歡辦下午 716的那個 大家躲在樹下 那裡還沒有樹可以躲 所以這個整個的那個活動現場 人數大家就估 人數不會太多嘛 但是我反而不會擔心 傅昆琦怎麼會讓小弟難看 所以啊那一天 國民黨也會動員 會不會動員 我不知道 我們那一天來觀察 第一個人數如果少 表示他那個傅昆琦沒有動員 第二個要看有沒有遊覽車 如果有遊覽車 以前民眾黨的動員習慣這種場子 不可能動員遊覽車的 一定是所謂的自行前往嘛 但是如果有遊覽車 你就看了有組織動員系統 那又就有可能是傅昆琦 聽我小弟 聽黃國昌一次 而且新黨會去啊 新黨也算是應該 新黨也沒有遊覽車 新黨就是我自己講 士林北投的侯漢廷就是新黨的嘛 學姐力挺他選立委的嘛 所以等於是學姐就是新黨咖嘛 他們根本就是合在一起的 從總統大選就已經合在一起 所以新黨的參與也不意外 但是人數有多少 就要看傅昆琦有沒有義無反顧 挺一次黃國昌嘛 所以整個的活動 他講所謂的什麼是打倒新黨國 不是要打倒新黨 新的黨為什麼要參加 對對對 我看了一張打倒新黨 新黨有支持 結果不是是打倒新黨國 新黨國不就是共產黨嘛 現在台灣已經是民主社會 真正的新黨國才是共產黨嘛 而所謂的新黨咖侯漢廷 只不過是涉嫌所謂的洩密 一樣是國安機密的問題 還被所謂的偵辦過嘛 所以這些人竟然還想要打倒 所謂的新黨國 所以整個東西其實不是真的是想要 所謂的營造一個新政治 整個東西就是黃國昌利用 柯文哲最弱的時候 柯文哲面臨五大案的時候 在收割所有小草支持 在建立他個人在民眾黨黨內的領導權威嘛 所以我要呼籲民眾黨的發言人 你們這些人都是柯文哲培養出來的 你們現在竟然都跟著黃國昌走 竟然還參與這個活動 還逼著柯文哲要參與這個活動 我覺得你們接下來是不是都已經聞到風向球了 全部都要跟著黃國昌跑了 當初黃國昌還背著阿伯的大氣球在胯下這樣 哇 沒幾個月餒 現在哇 草一長成蔥 黃國昌真的是厲害餒